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github的安装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github 那github的核心是github 如果你上网去科普一下 你会发现github它比较常用来的 就是当做这个版本管控 然后github是在github上面做了一个 不错的一个管理界面 让这个版本管控更方便 甚至有加入很多社群的这个机制进去 所以让它变得更为广泛为人家所用 所以在版本管控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例子 那假设你有一个工作的一个目录 然后呢 你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或者是你按照需求去做的修正之后 就可以把它这个push上去 Commit到你的这个 我们称之为程式库的这个represent之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 按照需求的这个改变呢 你可能必须要把版本退回到旧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机制 来维持你过去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些 版本 以及这个需求的调整 那这样子呢在管控上面呢 就会很方便 所以像 这边的一个例子 你有很多种版本 那可能你开发到第五版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版本 在之前的第四版或第五版的更好 所以就会把它倒回来这边 所以如果说 在过往我们自己写程式的情况底下 你都没有把旧版的留下来 而是在同一个程式上面不断的修改维护 那到最后的结果是假设 我要回到一个月前的那个版本的时候 你会没有东西可以回复 所以这是一个在管控上面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所以连这个Linux Linux这是一个开发Linux核心的一个开发者 那他也认为就是透过这个Github呢 你有几个好处 首先就是你可以获得最新的 最有用的这个开发的主件 因为大家把开发好的东西分享出来 这个就很适合去共享 再来就是可以获得最新最流行的技术的一些相关的原始码 那不管是拿来学习或者是做专案开发都很有帮助 然后呢你可以针对所感兴趣的项目呢 去参考别人怎么样去写 甚至你可以加入那个团队一起合作 同时也可以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开发项目 比如说你自己要开发一个功能 你自己去写一套 然后获得人家的认同 那别人也会加入你 所以你可以打造属于你个人的名片 因为你这样子你的这个名声呢就越来越大 那就越来越多人想要追随你 这个Github提供的环境底下可以做到的几件事情 那右边这边有一些还蛮不错的这些YouTube 在介绍怎么样做基本安装 跟操作 所以有兴趣的呢不妨可以去参阅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Github for students 各位可以在这个浏览器上面打上这个Github for students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堆列表 那可以点开来看里面的内容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它是Github for students 然后它有这个Education的方案 那Student去申请Github的好处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说明 那它可以提供很多这个有很多单位 或者社群呢有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免费的一些服务 或者是资源 好那各位可以点这个第一个 有哪一些资源参与其中的你可以来看 那每一个有提供资源的部分呢 比如说它提供你12个月免费的这个订阅 或者是你有100块美金的平台使用权利 不用钱 你的Quota有100块美金 然后还有其他很多 包含这个Microsoft的这个Azoo Azoo呢也是一样 它有提供这个100块美金的使用权 然后就是你不需要花那100块美金 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它有超过25种以上的这些服务可以去用 以下还有很多啦 就是有兴趣的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坦白讲就是说你用student去申请他的这个 Github的这个服务呢 是有很多好处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如果要申请student的这个Github的话 该怎么做 那你就是 点这个去取得他的benefit 就是他的好处的话 那在这边那就输入你的email 那在学校的同学呢 就用学校的email 因为他会去验证你的这个 广域名是不是属于在地球上的一个学校的这个 名字 所以会去验证 这个是你已经有建立过的话 你就sign in 那如果没有就是按底下这个create的一个新的account 好那这边呢 你要取得 你就先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输入你的email 好那这是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输入你在学校的email 那输入完之后他会去验证 那如果你之前有用那个账号去申请过 他也会告诉你说这个已经被申请过了 好那你填完你在学校所使用的这个email呢 好填完之后按continue 然后呢这时候他会希望你输入密码 好那为了安全起见呢 各位在设定密码的时候呢 要用英文跟数字搭配 那英文最好也有大小写之分 那长度一定要够长 那不要全部都是数字或者是连续的英文跟数字 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然后他会要你再输入这个username 好他不能其他的 所以你就是打入之后他会确认有没有跟别人重复 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像这样 is available 但是可用的然后再按继续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 你想不想要获得产品更新的资讯 那这个部分就各位自己去 决定要不要 使用啊 接下来这个验证呢 是为了避免机器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不好的操作呢 假扮人在申请这样的一个 account 所以他要验证你是不是真的人 好那你就按照他的操作 好他会问你一个问题 好他问你说呈现螺旋状的星系是谁 好那你就点了 再来他问你说呈现螺旋状的星系 那这样子呢他就确认 当然他不会每次都是同样的题目 不同的人你在检查的时候呢 他会告诉你不一样的这个题目 那你按照题目去回答 那这样的操作很简单 他的作用就是为了要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人在做申请 那接下来呢 你就要到你的email上面去寻找 是不是他传的这个代码你有收到 好那各位收到这个电子邮件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样子一个资讯 好那你就key到刚刚申请的网页上 好那key入之后呢 他就会确认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问你说 你会有多少的这个团队的成员 要一起 好那你可以选择justme 或者是你是团队的那就可以多人 那点他 再来就是以下 如果你是学生就点学生 老师就点老师 那因为我的账号呢是老师 所以我就用老师的 那同学的话就点 student那个部分 然后再continue 好那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啦 就是你 未来要做哪一些事情呢 是跟你的兴趣有关的 好那你在这边就可以去 勾选你要的 那勾选这些他基本上就是做一些 这个调查 那以方便之后他要做开发 或者是产品退销的时候的一些参考 依据 好然后你就可以按 continue 好那后面呢就是他告诉你有哪一些好处 好你可以有这个没有限制的public 跟private的repositories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再来是有两千个action 好的就是你可以去参与他的一些活动 大概是每个月有两千分钟的时间 然后你的这个package的储存空间呢 好有五百妹 五百妹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社群的支持 可以支援可以去使用他 那如果说是老师这边的部分就是他 透过老师的去账号去申请的话 他有这些额外的好处 就是benefit的部分 那学生呢应该也有 只是在数量上面有一些差异而已 好那这边他就问你说 你是在apply你的这个github teacher的benefit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持续用免费的 如果你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 这个其实也就够了 那这个呢一样他是有免费的 这个public跟private的这个repository 如果是申请这个的话 就有额外更多的这个储存空间 或其他的好 那同学一样好 你去申请完之后呢 他就会去验证你的一些资讯 像底下呢 他会填一些资讯 那接下来你的plan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去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呢 把它写在这边 然后continue 然后接下来呢他会上传 上传你的这个academic的意思就是说学术的状态 所以在老师们就有老师们的职员的职员证 然后学生就有学生的这个学生证 上面我会有一些资讯 好那你就是要把一些资讯呢提供给他们 那他们才会去做验证 像这边他就拍照 take a picture 你拍照之后上传影像 然后送过去 送过去之后他会验证 验证完通过呢他会告诉你 他会启用 刚刚我们讲的额外那些好处给你 那你就可以做过去的这个应用 好那你把这个照片呢传上去之后呢 他就会这个传一个讯息 在画面上告诉你说 你已经送出了那他最慢 最慢五天内五个工作天呢 他会告诉你他审查的结果 所以你在这个申请之前呢 你可能要先把你的学生证的资讯呢 先拍好 拍好之后呢要让他上传 上传到这个系统上 让使用者让这个Github管理端呢 可以去审核你的身份 好那这个是Github帐号的申请部分 好那我接下来呢 用之前申请的Github的帐号呢 来展示一下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 这个Repository 首先一样你要先登入系统 Sign in 那这边呢就是你的这个Email 跟帐号 Email的这个密码 这个呢是属于Github的密码 那建议各位呢不要跟 电子邮箱的密码一样 就是尽量弄的这个 不要这个很多系统都用同一个密码 这样不太好 好那你登入你的这个Github帐号之后呢 那这边呢 拉下来 你看这边有一些相关的设定 包含其中一个Setting 那Setting的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你的头贴 如果你要自己设计头贴 或者是你要把相关的资讯打在这边 你可以去设定它 再来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 这边有第一个是UAL repository 好那刚刚的那些设定啊 如果大家对于 这个每一个 气象有特殊的这个了解的话 或者是大家在登入系统 就是你自己已经申请到帐号 登入系统之后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时候 可以去一一的测试 那甚至如果不清楚的 也可以上网查一下 我们在这边呢 选择这个UAL repository 点下去之后 会来到这个页面 然后你按New的话 可以建立一个新的 比如说我在这边测试一下 比如说C 你可以用减号 Demo 1 假设是这样子 然后底下有一个公开跟私密的 那这边呢 你可以去打上你要的这个讯息 好那你这边呢 选择私密 那建议大家在完成系统开发之前呢 可以用私密的方式来进行 等到你确定开发完了 要共享出去了 这时候你再把它改成public 这是ok的 好那再来呢 底下一个read add add 一个readme file 这个就是在这个专案里面的说明档 你可以去编辑它 那如果你在你的程式里面 有可能用到帐号密码 或者是有很多 其实是不需要去上传到github的 比如说一些公开的 这个免费的一些open source 那你下载到自己这一端来做一些辅助 那像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上传到github上面的 就可以选择这个github的设定 来去过滤不需要这个上传的部分 好那这样子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create这个repressory 好建立好之后呢 如果是一个合法的这个账号的话 那就会看到像这样的画面 那如果你申请了 然后它寄mail说开通 那你去开通的那个按钮没有按的话 那就会有一些功能是失效的 是没办法用的 所以你在clone的时候 就会发现也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 当你在申请github的帐号的时候 它会发一个启用 或者是邮件确认的这个 通知信给你 那你一定要到到你的email里面去看到这封信 然后把它启用 你才可以完成一整个 这个github帐号申请的一个动作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已经有了一个github的这个repressory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我们要把它clone下来 那在讲clone之前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在微软的作业系统底下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装一个软体叫做github 好那在这边呢 各位可以用关键字叫做githubdownloadwindows10 好 然后点下去之后呢 这边有 for mac for windows 跟for linux都有 好那你就点这个 for windows下载下来 好那你点下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下载了 好下载完之后呢 你就double click 点两下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安装 好那在这边呢 基本上都不要都不需要做任何的更动啊 你就是一直按下一步就好了 我就一直按 按到他要出现那个install 好那他就会开始装 装好之后呢我们再 测试一下他的这个安装呢 是否成功 好finish 那我就把它关掉 好那他会有一些介绍啦 各位在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装成功 那各位呢可以开微软的中断机 点一下然后打cmd cmd他就会出现这个黑框的这个中断机 然后你进来这边你可以打git-virgin-version 那他会出现他的版本2.33.0 这代表什么他已经做好了这个安装的动作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clone下来 clone下来的话就是点一下这边 然后https的地方 然后点这个他就复制了 好复制之后呢我们再来到这个黑框这里 好那我们就去 eir看一下现在的这个目录底下 好没有我们这个名字的东西 这个名字是什么就是这个 ce-language-demo-1这个没有 好那我在这个地方 git-conge-clone 按右键滑鼠右键 然后呢就点 他就会把连结放上来 然后你按enter 他就会开始做这个clone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刚刚clone的有没有进来 就是这个 好他有成功的clone下来 好复制下来 好那复制下来之后我们要切换到那个目录里面去 所以就cd-c- 那如果说你不想打那么多键盘的按钮的话 那你可以按tab键 他就帮你补好 然后按enter 你在dir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东西 他里面有一个readme的档案 可是真正有clone成功的 他其实还会有个隐藏档 那怎么看那个隐藏档呢 你就是dir-conge-a 你就会发现他有个点git的目录 隐藏目录在这边 好那这样子代表他就ok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写第一个西语言的程式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工具叫做vscore 所以呢我们要上网去找vscore 一样的我们下关键字 vscore download for windows windows10 好那你就点这个连结 去看看这边哪一个地方可以下载 那一样的vscore他可以给Mac用 也可以给linux用 也可以给windows用 好那如果你是user安装的话 你就选这边 好那如果你是 呃你不是系统管理员 就是你那台电脑还有其他人在用 你没办法由你主控 好那你就选user 那如果是你可以自己操控的 那就是选system 好那我就选这个 点下去之后他开始下载 好那下载完之后呢 那我们再去执行安装的动作 点安装的动作之后 他跳出来 这个问你 就yes 然后这边呢有这个agreement 就是授权说明 你要accept 你要接受他 然后next 下一步 他告诉你说他要装在哪里 然后再下一步 好那这边呢他会在这个你的 开始的这个功能列里面加入这个 这个捷径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按有一个选项 是add to paste这个呢 一定要打勾齁你就不用做路径的设定 做这个路径上面的这个环境变数的设定 然后我们按下一步 然后就开始安装 好那安装好之后呢就 试试看是不是有成功 那这样子就有这个vscore 好那因为我这是之前就已经安装过的 所以他会已经有东西 那如果没有的话 各位可能看到的会是一个空的 然后有一些欢迎页面的说明 好那我们在刚刚的黑框这边 我们刚刚已经clone下来了 那clone下来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去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我直接开vscore 同时把路径呢就开在相对于这个目录底下 那他的做法就是打CODE空格据点 然后他就会开启这个vscore 然后他的目录呢就会在这边 然后这边呢有这个选项 这是扩增套件 然后呢你可以去选C斜线C++ 就是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 那因为我这个之前就安装过了 所以他已经有安装 那如果没有的话 麻烦你按一下蓝色的按钮叫install 他就会安装安装完之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齿轮的这个模样 好那这样子就算安装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再开一次 开起来之后呢 他就是可以去写你的C的程式 好那开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去写你的C的程式 好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刚刚的Redmi的档案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来写第一个程式 各位看到现在字都很小 如果你的萤幕解析度很高 字会很小 那如果你要把字放大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左边下角这边有一个齿轮的模样 然后选这个setting setting点开之后呢 他有一个这个你可以打font 然后空格siz 就是字的大小 那你这边呢 如果说你要连字的这个字 字体 你要换的话你就直接打font就好了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edit 编辑器所使用的这个字集 那我比较偏好这个 这个我觉得他的字体比较好看 尤其在写程式的时候 然后再来就是你字的大小要多大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比如说我要22这样子 那不需要存档 因为他改好就等于直接存档 那另外呢像左边这个字太小 那我就可以去选择 这个是在属于编辑器 然后呢是这个是terminal 等一下可以看到中端器那边有字 也可以设定他的大小 然后呢edit manager 所以你可以去把这边都检查一下 哪里的字呢太小 那你可以把它的字呢放大一些 好像没有看到档案总管这边 好那设定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setting关掉 这个就不需要存档 你直接关掉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开第一个档案 那在开档案的时候有几个做法 就是file 点开去new一个file 但是这样开有时候会出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开在错误的目录底下 所以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这边有一个你的专案 你这个目录的名字 你在这个目录的名字旁边有一个 像一张纸跟加号的地方去点它 点它之后你就把字打上 比如说这个 hello.c 因为我们写c语言 所以点c enter 好那再来呢 我们就要写第一个程式就是 警字号include 各位有看到这个字比较大 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调整过 再来我们int main void 然后呢printf 好那我们这个百分比s 这个意思我们再往后会 再特别讲一下 反斜线代表是换行 那我们现在要把东西往前丢 丢给百分比s去显示 所以这样子 然后呢存档 那在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我如果打了制作的修改之后 没有存档它上面会是白色的点 白色的点 那我要怎么存档呢 你可以到这边fire 然后呢去save 或者直接按热键 我现在假设我这边再多一个 我有修改了 那变白色的点对不对 变白色的点 然后我就直接按键盘上的ctrl 按着不放再按s 那就存档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执行它 怎么执行呢 你按terminal 然后新的terminal 新的中断机 好那这边呢我们统一做法 让大家比较好这个操作 各位在右下角 我现在游标移动这边 右下角 加号往下拉 有一个 选择预设的profile的地方点下去 它会出现这样子一个选单 那各位去选一个叫command promise 这个 选项 这个就是 微软的这个command 中断机 其他都不要选就选这个 前面有一个吸帽 反斜线这个 点它完之后呢 把这个叉叉先关掉 中断机先关掉 然后再重开terminal 那这个设定呢 只要一次就好了 以后就不用再重新设定 所以你就另一个terminal 好那这个程式 写好 我们要怎么样去编译 而且执行 首先我们做编译的动作 编译的动作呢 是gcc 然后呢 这个 名字 我们叫hello 点c 然后呢 我要输出成什么 -o 然后呢 我要hello 我后面就不用再加附属档名 按enter 它编译完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hello.exe档 那我们要执行它 要执行它就是hello 这样就好了 你不用加附属的 附属的这个exe的名字 enter它就会执行 结果就在这边 好那如果说 你懒得打-o 这个动作 所以gcc 你直接打hello enter 它会帮你产生一个预设的a 它把档名叫做a.exe 你打a enter 你也可以得到结果 所以西语言的部分 搭配这个vscore 如果说 各位在开始写西语言之前 务必要记得去安装gcc的编译器 编译器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我另外一个影片 里面有教怎么样去安装 这个编译器 以上是github跟vscore的安装介绍 你更给各位参考